登月计划已经成功99% 印度月船二号的失败原因在哪 蛛丝马迹早就能预见结果 印度的月船二号可算是吊足了世界各国的胃口 就在不少国家提前对印度发出了祝贺 印度全国上下也沉浸在世界第四航天大国的梦想中时 事情突然出现变化 月船二号着陆器在距离月球2.1公里时 突然失去与地面的联系 随后一头栽在月球表面 这也宣告着印度探月计划再次失败 按照印度人的说法 距离登月成功只差一个软着陆 在那上已经成功99% 詹姆说虽然也有一定的道理 印度能成功发射运载火箭 并且能将着陆器成功发射到月球轨道 说明印度在航天上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但科学这样一门学科从来没有成功99% 这一说登月计划就是为了探月 不说探月车还需要在月球克服一系列的难关 进行勘测任务 光在着陆这一关就过不去 说是成功50%都在夸大 不过秉着科研的想法 我们还是需要善意发现原因 虽然官方并未公布失败原因 但已经有许多航天迷通过蛛丝马迹找到了原因 首先探月就是一个极其烧钱的项目 虽然此次月传二号的成本超过1.5亿美元 但依旧只有美额登月计划的十分之一 中国的几分之一 印度正是在最耗钱的探索时期 却还吹嘘自己更便宜 实在可悲 从技术上来说 印度的太空探测和通信技术是美国支援的 着陆器是根据俄罗斯和以色列的技术基础研发而来 巧合的是 俄罗斯的技术最后在登陆火星任务中失败 以色列的登月计划也是如此 而印度融合两种失败的技术 成功的几率有多大 其次 印度用五台800N反推力发动机捆绑在一起作为着陆器的动力 而这五台发动机都不是变推力的 对控制水平要求很高 如果这样就算了 印度着陆器选择在月亮南极 南北极通常存在着强烈磁场 极其影响登陆器与控制中心的通信 所以这种技术上 东拼西凑的登陆器 却还要保证在磁场影响下精确操控 真是难为一向粗心的印度人了 简而言之 只能说印度的骄傲自大是主印 印度本该多学习各国经验 再更上一步 但他们总认为 别国行 印度就行 然而是想有几个国家 会把最核心的航天科技真心分享给印度 自主自强 才是真正的大国精神 希望印度能明白